六個宮的開頭九陽風區是大家很愛去北山運動的時代 不過在在今年這月份開始 出租原本對早上六點開放一份的時間 該最早起七點才會回來一份 對民眾觀眾這樣真不方便 不過開頭九陽風區就表示 這是回到民眾的健康設想 未來春天到夏天會再來研究 就想要整個原本早上六點開放一份的時間 開頭九陽風區好酸好醉 是輕鬆來自國的UK來吃八山七頭 不過在今年幾月份開始 出租原本六點可以開放 改造改當七點來開放 對在地民眾歡迎實在是真不方便 最近聽到很多民眾在歡迎 因為說我們要進來開放 要等到七點才可以開放一會 因為在去開運動的時代人都很早 就都會去開放 但是不可以開放一會 不過也外地來的UK感覺是不差 電腦感覺冬天太早 凌晨苦來運動 對身體是相當的不好 但是夏天就不差 你那麼早來 我年紀大人那麼早出來運動 我會覺得不是太好 因為有時候有心肌梗塞 血管的問題 那不要太早出門 附近的人會覺得不方便 那我是從高雄來的 所以我就不覺得不方便 對我沒什麼影響 但可能對那些附近的人 會有一些影響 夏天的時候因為五點多 差不多應該是五點半左右 天就亮了嘛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起床了 我們到那個地方去的話 都是六點多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如果天氣好一點的話 能夠再讓我們提早入園 客頭到有空空也標示 因為現在是冬天 年紀比較大的UK 也只是有心肺更一邊的人 最早來人空空八山 盡量他造成身體不爽快 而且剛做人完要七點才有上班 當中發行狀況是相當的危險 根據我們的研究 那對於心血管疾病 尤其是年長者或心血管疾病的人 那會有很大的負擔 那未來的話 在於季節改變 天氣變暖之後 我們有在考慮說 再把這個時間再進行調整 那對於各位的不方便 那也請多擔待 但也希望能夠讓路緣遊客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身心 讓在這個環境當中 能夠更好的活動 在處也要提醒的民眾 現在冬天是沒有開放六點二分的時間 不過未來夏天是不是 還要來開放六點二分空 客頭教養空空也標示 會再來進行討論 機會是相當的大 期待你算差不多 期待你算差不多